现在有一个特别火的一个社会话题 叫做我们善良了 但是我们能得到什么呢 这个话题特别火 我们今天就简单的聊一聊这个话题 我认为善良的人首先要爱自己 你只有爱自己了 你才能够更好的爱你的父母 爱老婆爱孩子 爱跟责任跟这个义务 它不是一个话题 也不是一个维度 说我要先爱父母 再爱老婆 再爱孩子 再爱社会 这是伪善 不是真正的善良 真正的善良是一定要优先的爱自己 打个比方吧 说有很多很多的人 他就不爱自己 经常性的 比如说穿着单衣服 跪在雪地上 来追求那个女孩 你说还在爱自己的那个女孩吗 不是吧 那这就是伪爱 这种女孩遇到这样的 自残自己的男人 一定要远离 再有就在自己的身上 划口子 流血 自残自己 克制 这种人我认为 他连自己都不爱 他能够爱别人吗 不会吧 他能够对别人好吗 不会吧 再有一点 爱自己的同时 他就会懂得 生命是什么 是平等的 他在爱自己 追求爱自己 更好的让自己活下去的时候 他就会明白 我们都应该敬畏生命 那么这种人 他就会爱别人 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他不敬重自己 不敬重自己的健康和生命 他怎么会敬重所有人的生命呢 那他他爱了别人 他对别人很善良了 那么别人伤害他 打击他 谩骂他 背叛他 怎么办呢 你会发现 善良的人 优先选择离开 善良的人 优先选择放弃 善良的人 优先选择放生 你看两口子之间 真的要打架 打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善良的人 总是什么 总是选择放弃 我不给你增加产 我也不想打击你了 我也不想攻击你了 你看有的人就不行 非得把对方干死 干残 干得身败名利 他就认为好了 结果呢两败俱伤 哥们之间也是的 对吧 你要两个人都不善良 他就不会在什么呢 在探讨谁付出多少 谁会有什么样的代价 不会想那个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我就受不了 你看 现在社会都是这样的 所以呢 这种什么呢 这种不善之人啊 他的生活是非常非常糟糕的 而那种什么 那种善良的人 只要你开心 你幸福就好 我远离 反而是一种保命的行为 我远离你 事实上在保自己嘛 我不愿意跟你这些垃圾人们在一起了 我现在受点伤 没关系 我还活着嘛 我下次记得点 我下次呢 就不会跟你们这些人了 我分辨了 我就不会犯这个错误了 这是善良的人 当善良的人 有了这样的一个气质 和这样胸怀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容纳他 都会喜欢他 他的人缘也会特别特别的好 这不就是社交化商业吗 社交化商业 一定是一个好人赚钱 好人好事好收获的时代 说你不好 谁搭理你啊 是不是啊 你为了卖点货 你传销 谁还愿意跟你扯呀 是吧 所以这些善良的人 不会做这些事情 所以呢 他会越来越获得别人的帮助 因为他善良 他随手推荐的那些东西 我们也愿意买 他开个店 我们也愿意去 善良不是装出来的 善良是很长时间 由内到外而散发出来的 那个人格化魅力 所以善良的人都在做有意义的事情 有价值的事情 他不考虑 我做这件事情 我能能收获什么 打个比方吧 说我做短视频 能能赚到钱 我赚不到钱 我就不干了 这不是善良人干的事情 所以善良的人 他是有价值的 有眼光的 他不会因为利而干 也不会因为利而放弃 他是因为价值 因为他的善良当中的价值 他才选择了坚持 善良的人也是什么呢 也是死的时候会感觉到很幸福的 你看看基督教的那些人 他死的时候 他都会面带着微笑 不管是基督教也好 佛教也好 只要他信奉了一点点信仰的人 信仰是什么 他不让人家为恶 他不作恶 就不管我们打不打击啊 说你信佛的 你不愿意这个基督教的 基督教的不愿意信佛的 反正只要有信仰的人 他是什么的 他是教人为善的 那这个善良的时候 他临死的时候 他会堪戏 因为他有一种寄托 善良能得到什么 善良能得到的其实很多 最基本的能够让你在这个时代保命啊 善良的人很少遭恶事的啊 善良说说哎 今天因为一句话 今天因为一件事情 你伤害了我啊 我要跟你玩命啊 不会的 很少 所以善良的人能够得到保命 然后呢 保平安 能够保幸福 我是红贺 每天给大家分析和分享 有关于创业营销相关的事情 针对于现在的热门话题 善良 咱能得到啥 大家是怎么想的呢 谢谢